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们回到了韩版天堂M12月最后一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的更新资讯相当的多 包含新增了神话级的盔甲还有新增工匠卷轴等等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内容吧 首先 第1个活动 是年末新年福袋 这个活动时间在11月27号到1月3号维护前 他的活动内容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你只要每天击杀1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年末新年幸运箱 里面可以开到各类的虚保物资 其中基本上都有守护石然后四侧硬币箱 纯白万能药还有高级粉末箱 还有可以有机会看到红色的变身卡跟红色的娃娃卡 下面奖励还是相当的多啊 我们这个活动就每天能够分身流刷满就刷满吧 我再来往下看第2个活动内容就是 迎新春特别推播活动 就是这个应该是放送奖励啦 里面奖励会给这些物资 一个新年稀有卡盒里面可以开到那个 魔法娃娃卡 那个飞龙卡 等等然后像那个圣物卡是开到那个一个垂垂那一只 那个蓝色圣物 然后再来这个三色 更正 四色硬币箱 不对三色 这是没有名誉币的 三色硬币箱里面可以开到2024年的三色币 再来年糕汤活动 他可以会让你 获得类似跟那个 一次吃下去会补充2024个叶子 然后并且获得一定的经验值 应该算是强化版的龙之胜水 右边的青年鞭炮你只要使用下去30分钟内会获得一个buff增益 增加 HP MP200以及经验值效能2%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这边针对了跨国副本 虚空的寺庙做了更新 他把一些任务奖励做了平衡 有哪些呢 我们每天极差100只虚空怪物的奖励 改版后变成只要极差30只 然后那个什么 叫做 救护证数原本给一张现在变成给两张 然后那个战斗箱子 补给箱原本给一箱 现在也变成给成两箱 帮助玩家可以在 呃 跨服战跨国战场的对战中减少一次的损伤吧 好再往下看 好这边是韩国开放的是变身合成TJ 啊我们台版就是晚一周嘛 所以我们这一周是娃娃合成 好这是重点啦 本次新增4个神话级的龙甲 那这4个龙甲分别是席琳的力量 席琳的魅惑 席琳的 霸气跟席琳的全员 可是到时候更新翻译名字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他可能叫席琳的魔法 席琳的忍耐 席琳的那个 席琳的预知什么之类的 他的能力值相当的夸张 那制作成本也非常夸张啦 他能力值基本上都是有高防御 然后是有安定值的 再来他全部 全部灰亚都有四龙甲的综合能力 比如说毒性免疫 缓速免疫 然后这个 这个有个叫强势转化免疫啊 这应该是指说变形术免疫吧 不会被变形术变到 然后再来 近战就是增加近伤近命 法术就是 法术就是增加魔功跟魔命 然后再来远攻就是增加远伤跟远命 再来这个最后是 这是王族在用的吧 也是增加近伤跟近命 然后这边全部都有无视他该属性的减免 比如说这个近战就是无视近距离伤害减免 远攻就是无视远攻伤害减免 然后共通能力 能力值还有全命减免加8 HP加1000 全属性 4属抗性加50 无视全部的PVP 免疫 伤害减免5% 共通能力 然后还有一个buff能力 这个buff能力叫做席琳的防护 他就是在被攻击的时候有机率触发 在buff发动期间内你不会死亡 就类似圣剑的超级盔甲免疫死亡 并且保持一定的HP 然后他会无视PVP减免伤害加5% 然后并且 针对 触电还有水牢 等负面状态有一定的抵抗效果 触电是指雷神的那个被动触电 所以这个buff应该是 针对全职业都做了一些抗性的调整 当然啦这么强的盔甲 他做成条件也非常的难他需要使用四色龙甲 是 地龙火龙水龙风龙四种龙甲的同一个类型 加9的才可以制作 他没有管你是刻印或无刻印 祝福或没祝福都可以反正就是强化值加9 四色龙甲的单一属性就可以共同 就可以制作成这个结果 那他这个制作是100%成功 因为他这边 没有在使用半成品材料代表跟天塔R一样 只要你能够搞出这四个灰甲 就是100%制作成功的 那这个盔甲就是力量的就要四个都力量 全员就要四个都全员 霸气就要四个都霸气 魅惑就要四个都魅惑 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是这边他有聪明啦 就是那个 抵抗变形术效果是只有针对 玩家使用的法师的变形术能抵抗 对于NPC啊比如说打那个 烈焰死骑他们把你变成骷髅这种 对于NPC使用的变形术是无法抵抗的 他这边有特别说明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本次你说这个加9龙甲这么难取得 那我们要怎么搞呢 他这次新增了工匠的魔法防御卷轴 工匠的防具强化卷轴 这个卷轴是可以针对加7加8 以上强化者的盔甲 然后保就是进行防暴强化 那这个强化的成功率目前不知道可能会跟武器加10加11是一样的 那这个工匠卷轴的制作成本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白的工匠卷轴 无刻印的去兑换成刻印的 或者是使用一张住房 或刻印或无刻印都可以 再加上100张的 祝福卷轴 刻印或无刻印都可以去兑换一张刻印的工匠卷轴 就跟你的刻印无卷是一样的 好本周韩版移民正常开放 然后这一次的周末制作内容 第1个是 屠龙者变身卡 第2个是死亡骑士娃娃 再来这个是红骑士团装备选择箱 再往下这边是加7的双印章 还有 这些都一样 然后这次本次开放的是10罐特大胜水 一次就10万点 其实跟之前一样 之前是100罐大胜水 这次给10罐特大了 所以其实总点数都是10万 没有改变 成本价格是一样 然后再来往下看 本次韩版又开放了这个 巴拉卡斯盔甲的制作 那个制作箱 如果成功会给你一个魔灰甲 大成功会给你 紫色盔甲自选箱 然后本次还有加开这个200张的 饰品防暴卷轴的 机率制作 好这次有大家 喜爱的啦 加 奥塔1到9楼选择箱 之前韩国一堆课堂在做这个做满 然后去做支配服 然后本次的三色 神秘红卡也都出了 好这重生服限定的 我们都往下跳 本周的个人制作部分有 最高级卡包 最高级娃娃卡包 神秘卡包 还有这个 新的叫什么 这个叫做 2023年 呃 这个 告别 2023年的 奖励箱 这里面可以会有一张 也会有一张 告别 2023年的 兑换凭证 然后一张黑猫 制作 制作卷 还有三个 高级 圣物 戳卡包 那这个2023年的黑猫硬币啊 他可以兑换什么呢 他这个我们看8个好了 你只要6个 你只要使用6个就可以兑换 一个 加5的闪耀成长手环 你只要加5就可以 6个就可以换一个 加5的 龙之水晶选择箱 你用6个可以兑换一个 高级符文变换石 这个应该是保证成功的 他没有写说失败或大成功 这应该是一定会成功的 好再来往下看这个黑猫的 卷轴呢 他是可以兑换最高级 抽卡包选择 就是可以选择最高级娃娃 最高级变身 你也可以使用12张 12张的这个卷轴去拼制作 如果制作成功的话会给你一招黑兔少女变身卡 失败给你一个英雄卡片选择箱 然后如果是另外一个制作可以制作成功会给你一个娃娃的黑色漫波兔 失败的话给你一个也是一样给你一个英雄卡片选择箱 等于说保底就红啦 那这个英雄卡片选择箱里面可以选择什么呢 他可以选择各类型我们所谓的稀有卡包的红卡自选 比如说这是古典 然后欧灵的痕迹 梦魇之岛 金智琴神塔 还有特殊变身 以及 欧瑞的娃娃箱 都可以自选 好本周韩版开放的制作是 信念123的符 还有奥塔支配箱 好再来这次韩版又开放了这个视频大补包 看到没有 一堆视频就是要知道 里面可以获得 台币购买的 可以获得 一个视频 那个 选择箱 这个选择箱里面可以给你一个 这第1个就是那个什么 雅丁的最高级符石箱 就是里面可以看到 从蓝到紫色的符石 随便随机的 然后120个的耳环跟 戒指吧 然后再来 反正就是大量的视频包 这些内容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选择换成 5个粉卡 然后其他就跟我们换月礼包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20万的生物币包 然后 然后 绑王可恩的 那个抽卡包 然后再来看一下韩版这一次的 蓝钻礼包 他们这次的蓝钻礼包内容物的话 他们是直接 开放换月啊 这个在我们上个月底的时候已经出现 就是那个 我们说的 课金商品 保底加三能力 利明字加一的这个收集评证 我们已经出过了 所以这次我们会给别的吧 然后这次这个令牌两个 可以兑换一个英雄 变身卡选择箱 成功的话 制作失败的话 会给你一个神秘的 抽卡包 那如果你使用8个的话 就是保底 获得一个 英雄卡牌选择箱 然后这次来出这个 这叫什么 这叫做那个 阿鲁巴 两颗阿鲁巴的头 阿鲁巴的评证 这个阿鲁巴的评证 你制作的话如果使用8个停证制作 成功的话给你一个 模仿娃娃卡 这叫做克特 失败给你一个英雄卡片选择箱合成的 再来如果你用8个制作的话可以制作一个模仿娃娃卡 这叫 阿鲁巴虹 失败的话给你一样给你一个英雄卡片选择箱 然后合成卡 你使用一个的话就可以用一个去拼娃娃成功的话就是拼克特 失败就给你3个纵魂1币箱 另外一个一样 你用一个娃娃一个代币去拼 拼一张阿鲁巴虹失败也是给你3个纵魂1币箱 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 那最近过这次更新呢 我们知道有龙甲这个装备出现了 那会不会冲击到我们台版或是韩版目前的紫色龙甲的价格呢 这个目感觉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龙甲的需求一定会大幅成长 有课长想要拼这个的话 他是100%成功的只要你能够拼出加7的 耳后就是一支不断的浓到加9就完成了 所以 对于紫色龙甲加7跟加5的需求量可能会稍微有点成长 因为他可以说 他说可以使用科硬的跟非科硬都可以制作 好我是丁丁 感谢这影片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